小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万门小学课堂 我是你们的简笔画老师柴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节动物的简笔画 我们要用到的是英文字母D 我们用这个D来变出一条海上的霸主 我们提到海上霸主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呢 肯定是鲨鱼 因为它有锋利的牙齿和庞大的身体 它用这两个秘密武器追逐海上的小鱼 把它们都吃了 那么我们在提到鲨鱼的时候会感到非常的害怕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字母D来把这个海上霸主画出来 首先老师用笔画出一个大大的字母D 一个字母D画出来了 那么我们要想把它变成大鲨鱼 要怎么办呢 首先要给它添上鱼鳍和鱼尾 那么小朋友们想一想 鲨鱼的鱼鳍和鱼尾 和别的小鱼有什么不一样呢 鲨鱼的鱼鳍和鱼尾 肯定是充满了力量 而且还特别的尖锐 那么下面我们来画出来 老师先给这个鲨鱼牵上鱼尾 画出鱼尾之后 我们再画出它的鱼鳍 这样鱼鳍和鱼尾都画完了 我们该画出它 大大的嘴巴和尖锐的牙齿吧 我们用什么来表现出鲨鱼尖锐的牙齿呢 我们用三角形来表现出它的尖锐的大牙齿 这样鲨鱼的牙齿就画完了 小朋友们看一看 这条鲨鱼还缺了点什么 它还缺了眼睛 那么我们给它画出眼睛 这样一条鲨鱼就画完了 现在呢 我们给它涂上漂亮的颜色 小朋友可以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 也可以参照生活中的鲨鱼来给它涂颜色 今天老师就给它涂上灰色 小朋友们在涂颜色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我们要一笔一笔涂 不要着急 没有涂满 没有关系 今天就跟老师一起来涂一涂颜色吧 这样鲨鱼的颜色就涂完了 小朋友们看一看 这上面是不是还没有涂完 有的地方还有空缺 边缘部分特别不整齐 那么现在我们就用深灰色 来把它的边缘部分去涂一下 现在它的边缘部分涂完了 我们再用灰色把整体的颜色再上一遍 这一次涂颜色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快速地涂一遍了 现在我们把整体的鲨鱼的颜色都涂完了 小朋友看看还有哪个部分没有涂涂了 就剩下了它的牙齿了 现在我们用红色来把鲨鱼的牙齿涂出来 这样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鲨鱼特别恐怖 好了 鲨鱼的牙齿已经涂完了 这像不像一只刚吃完小鱼的鲨鱼呢 鲨鱼的牙齿涂完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小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小朋友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